不以如沐之心待我父皇 奈何父皇以铁石心肠待我 绝情若此不必多言 儿郎们 听令 非我宁川敢冒天下之大部委 背负欺君 时乃朝纲不正 奸穿当道 未还社稷以清明 我宁川愿一人顶万古骂名 世子追随 财子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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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 这根甜 怎么样 甜吗 甜 出大事了 太子造反了 出什么 长海领兵 结了纵正寺 修除了宁川 他们还说 如今朝纲不正 奸臣当道 要以清军策的名义 骑兵造反 陛下可知此事 他身在何处 太子第一个不会放过的 就是明义 他人在何处 此事瓦瓦不可参与 搞不好非死尽伤啊 不能伤不能死 放手 备马 设法令废太子自财 儿臣 没有听错吧 不错 宁川无逆 国法难容 朕遵许他自财谢罪 也算是法白是恩了 朕遵许 宁一 你竟敢轻调致辞 还不跪下 你到底在笑什么 满朝不关云集 父皇就将这 烫手的旨意 赐予儿臣不慌 难道你不想轻耳听听 废太子为何如此行事吗 你们这些皇子 为何一个个的 要悖逆于朕呢 还不是为了 长明殿上那张龙椅吗 起来吧 你若不想去 朕就一家亲政 朕倒要看看 宁川要如何面对朕 淳儿要如何面对朕 父皇不用激将我 儿臣去一旧事了 儿臣不就是应该为父皇分约的 当然应该是万宁一举平乱 才能令父皇未来 在面对长氏一族时 依然可以进退自如 在未来面对史官时 清语不会被蒙羞 思来想去 当然应该是我这个 一世无尘的楚王 宁一去背上这个历史的黑锅 最合适 当然 父皇 你的清语最重要 义儿 朕并无此意啊 启禀陛下 废太子宁川 拥兵自重 谋乱犯伤 臣宁义 自请率兵前去平乱 启禀陛下 顾指挥使 已在帐外背弃人马 随时等候陛下调遣 义儿 你见机行事吧 臣遵旨 慢着 不可误了朕的证明点 领旨 赵远 老奴在 既阵受益 派人速速送往魏之父 老奴遵旨 启禀陛下 公主殿下往皇城方向跑了 他当真与传儿胸媚情深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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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真要用了 那方氏所言 真的自私都留不住吗 陛下 老奴是担心 这皇城如今兵荒马乱 道歉无言 少年公主一个女儿家 赵远 你亲自告辞为之 保护好少年 不得有事 老奴遵旨 好 王兄 你来干什么 公主 王兄 赴莽喉不成 你们人身边扣断 其 interestingly 听我说 算了 为兄是走投无路了 我不是人头落地 就是在四方远中被囚禁终生 那我为什么不置之死地而后生 是父皇不忍 他使我宁川为楚狗 那今天我就夺了这皇位 皇兄 你上当了 父皇早已在京江湖围打赢了 他想让我死啊 原来陛下早有准备 我上来门是争的圈套了 可能 我不信 少宁你再说一遍 父皇一早就知道了你的计划 早已在京江湖围打赢了 还派了宁毅前来评论 派了宁毅 父皇是想让我死 他是想让我死啊 看着我一步一步地送死 而我要的不过是他许给我的东西 他为了地位 他想要我的命 父皇 你就绝情致辞吗 川儿 王兄 就要不在你脱离此地 快 殿下 不好啊 是我带着护卫军 刚进来了 走 该让我骗人来 快快快 王兄不要 现在图卫这是等于送死 如今之间 只有川哥玩过 我从北门逃离了 王兄跟我走吧 等我杀了宁毅再说 不要去 王兄 川儿 川儿快走 九父 你挡住宁毅 走 跟我走 我活下来听见没有 不明明活下来 王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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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都给我听令 为了太子 跟他们拼了 等我来 杖 杖 王兄 救命 折 来 非太子宁川谋论犯杀 有违刚长 千计不容 武皇仁慈 不忍千圣子民同事操戈 反缴线投降者 既往不救 明反过灵者 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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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国階 你这个叛徒 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小人 太子对你报报 你竟敢忘恩负义 背叛太子 你不得好死 这些年本王一直在帮你追查 十三的妻儿 知道这是什么吗 记得吗 你们的确待我不报 我顾炎忍气吞声十数哉 方知那个我誓死效忠之人 竟然是杀害我齐儿的凶手 我顾炎的确该死 该死没有早一点看清楚你们的嘴脸 十八年前 我是为你们逼着做了叛徒 而今时今日 而是凭着自己的本心行事 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得人心者 得天下 得人心者 得天下 得人心动 得天下 得人心率 得天下 得人心率 得天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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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看了 快走 快 快 走 哥哥 你一定会回来的 用他青山在 自有心火遥远之日 赶紧逃命吧 哥哥 来 想玩是吧 来 来啊 哥哥 你干什么呀 放心 他才不会那么轻易杀了我呢 出来 出来 来 念一 你给我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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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热 你 你 我 知道 你 你 太子哥哥 别来无恙 你个卑鄙小人 那也是拜太子殿下所赐 明义 成王败寇 姑爷是父皇的嫡长子 还轮不到你这个庶子来戏弄 有本事你上来与姑担挑 好一个嫡长子 你当真不想知道 父皇的旨意吗 你当真以为自己 还是当初那个威风赫赫 是人命如草芥的 太子殿下吗 准备 来 王王今日若要杀你 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女爷 父皇不过善难平乱的 哥哥 只要你肯投降 只要我们能见到父皇 一切都有毁坏的余地啊 哥哥 少宁 亏你生在帝王家 你问问宁毅 就算姑现在束手就近 她肯不肯饶过我的 不肯 你跪下 跪下向那些无辜冤死的 亡灵忏悔 问问他们 肯不肯饶过你的姓名 你痴心妄想 姑乃天家贵兽 那些蝼蚁 怎配得上我宁川跪拜 不便是死 也要坐在成名殿上 宁川 谁能载咒 亦能覆咒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都不懂 有何能配得上储君的德行 罢了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宁毅我杀 哥哥 公监者 楚王 宁毅见旨 楚王 宁毅见旨 楚王 宁毅见旨 门下 朕烧英俊敏 施令楚王宁毅 丹平乱大任 孔百密有书 捉派遣昭华殿学士未知 奉旨兼君 务必保全韶宁公主 置书如幼 福到奉行 朕烧英俊宁公主 他已经败了 你又何必定要赶尽杀局 不如带他去面上 陛下自会给你一个公道 公道 当年他们俩 罪捕我三哥的时候 为什么父皇想不出 请一个像你这样人做监军 就下我三哥一命了 放心 等我杀了他 则会束手就擒 父皇要知本王什么罪 本王都不在乎 届时 则会给你一个公道 则会给你一个公道 把长明殿 给我围起来 哥哥 父皇既然派了卫尸前来 定是不愿你死予非命啊 哥哥 哥哥 你在干吗 哥哥 你不能上去 那是父皇的龙椅 哥哥 你若是尽上去了 便是为君救不了你 只不过啊 哥哥 哥哥 你醒醒吧 你不要这样了 哥哥 难道我宁春 不是生来就该坐在 这张龙椅上的吗 是的 是的 哥哥 这张龙椅命中注定就是你的 但不是现在 父皇既然派了卫尸前来 就是对您还有情 只要我们度过此前 少龙椅一定是属于你的 少宁 他若对我有情 今天就不会 少宁翼前来 少宁 凡是坐上这张龙椅的人 必是无情无义之人 不是 不是这样的 父皇不是这样的 哥哥 父皇看成我们长大 是独至亲少宁历历在目 父皇 父皇一定会杀了你了 哪怕是哥哥长出宗正寺 我也会一直陪伴在你左右的 哥哥 少宁 我宁川 生来就是威胁将龙椅而生 今日如果维兄做不上这张龙椅 那维兄活着还有何意义啊 老妹妹 我宁川 我宁川今日就是死 都要死在这张龙椅之上 不降下 因为我也感决定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中安卿 平神 宁义 我宁川 今日终究还是坐上了楼椅 你还记得朱英怎么死了 宁川手上污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你要保护他 你是想让那些无辜者死不瞑目 你要保护他吗 你今日若真杀了宁川 就不担心陛下对你心怀异漫吗 我在乎过吗 本王从来没有在乎过 不担心陛下 我了解你对废太子的恨 更了解你失去三王兄的痛苦 可今日你若如此杀了宁川 这与当初他们杀了三皇子 又有何区别 宁义我不是为了救他 我是为了救你啊 老马夫死的那个时候 你不是说已经看透我是谁了吗 万万告诉你 万万是身在深渊里的人 你呢 你呢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救我 想我 如果你当敢阻止我 我会连你一起杀着我 我不是殿下什么人 可我是陛下带来的前军 不能让你乱杀无辜 除恶无尽 本王跟你说了无数次了 你当成二旁风 你知道少女是什么姓 怎么本王知道 如果今日我放了他 来日他一定行风作浪 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上 来日之时谁又能预判呢 只是此刻我不敢眼睁睁看他复死 你进去 让他离开成命殿 离开宁川 也许本王 会放了他 但王殿下心受承诺 但王殿下心受承诺 启离开宁川 启离陛下 有军报道 检要紧的念语阵听 是 陛下 启离陛 在楚王的率领下 已夺回皇城 叛臣长海 及所属的部下 已尽数被俘 废太子宁川 携少年公主 逃亡内宫 楚王殿下 正率部下追击 承诺 赵元 马莫在 即可起家回宫 是 陛下 谁敢轻军妄动 姑叫杀了他 你能把姑娘都给我放下 听公主吩咐 唯领着 也抗之乱冲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宁夷 你再这样下去 我一直会死的 你认为 我会在于她的死活吗 我站住宁夷 再往前走 姑就杀了她 宁川 少年 你们劫持监军 绝不伏法 杀无赦 你想怎么回想 你别把我给你们 担托 杀 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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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七月流火 九月受疫 无一无合 何以纵遂 钟音姐姐 你现在可看到 这天大地大了 若即你大吵得宝 可以安息了 下意识 不如咱们结拜金兰吧 竹云姐姐 我若是真能有你这么恶姐姐 自然是好 可惜我为之无亲无故 没这个福气 我们还做姐妹 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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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耍一个瘸子你很开心吗 对啊 本王好开心啊 看我出手你很开心吗 嗯 很开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世上 除了你 除了你 好像 没有什么让本王开心的 宁毅 破财子 你可别忘了我腿上是拜谁所赐啊 总有一日我要你加倍偿还 看你到时候还笑得出来 那本王放心了 看来我们还是仇人 至少比陌生人好 今日是寒衣节 我陪他们喝一杯 来 坐 他们 来 三哥 那如今大仇得报 苏远一朝 殿下你可高兴了 高兴啊 本王好高兴啊 人生代代 不穷义 江月年年之相思 我再怎么努力 做得再多 于事无果 三哥 主因 霍树 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此不再希望 你可以让我少你一命 本王是在救你 我被非太子绑为人质 殿下是为了救我才伤了我 我都明白了 你现在 还不明白 战草须除根 可如今这草 早已叛根 昨天是除不清的 殿下你可明白 好了 好了 可爱在今日跟本王争执 你已是朝臣 早晚有一日你会明白本王 所说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 能一直保持你现在的初心 也许本王可以为你 感到高兴了 来 微臣秋尚齐见过韶宁公主 秋秋朵 本宫向你打听一个人 打听何人哪 学士未知 本宫记得在清明书院 你们以书职相称 秋都督可知未知 在成民殿前救了本宫一命 按理未知救下少宁应当行赏 少宁也有心谢过未知救命之恩 只是 少宁不知该如何行赏 甚该为难 此事应该禀告 陛下 陛下自然会论功行赏 再说 微臣如何帮得了公主殿下呀 秋都督只需告知韶宁 未知的父母是否健在啊 可有兄弟姐妹呢 可曾娶妻生子 可说 可有心的卖是分属 除了与之爹 兴愿 天南海北各居一方 未学士的家事 请容老臣打听一番再说 那就由老仇都督了 好 邱都督突然到访 准备好事 说话务必小心 你放心 我会随机应变的 我旧父一向攀附 权贵以求高升 咱学识来喷陛下身边的 胡闻为之吧 见过旧父 旧父下朝便到我府上 可是有何要事 我不是你旧父 不止羞耻 之为何时丢过旧父的颜面 你女伴男装 再朝为官 是欺君之罪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现你三日必须辞官 三日内如果你不辞官 我就开司堂 将你娘还有凤昊 逐出出家 请描淡写一句话便要我辞官 旧父你怎么偶然天真起来的 你竟然这样跟我说话 叫你一声旧父 只因我娘敬你 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 我是那秋府门下逃饭吃的 凤之威吧 你真不值死活呀 你女伴男装 再朝为官 咱咱且不说 你身为女儿身 竟敢去勾引公主 小心戏弄皇室 死罪难逃 妈妈 把红楼下腿 你快要绑看看 因为它要不肝掉 你还要不肝掉 你要不肝掉 你偶然不会肝掉 你这儿有人会把你吃了 你吃吧 不肝掉了 吃了会开心一些 你知道我不开心 因为你阿娘 那你可有因为谁 而不开心的时候吗 没有过 都已经死了 你是说惹你不开心的人都死了 还是能让你不开心的人都死了 都死了 可我想要他们活着 好好地活着 朝堂之复杂 远胜于江湖 所以顾大侠之法 不适用于学士 那怀师兄可有良策啊 违京之计 只有志鹤 邱都督久在官场必有街道 但他也必定有死敌 我那舅父一向话不说 满事不作足 官生虽没多好 你还真拿不到他什么大把柄 又是官居从一品 你说这朝堂之上 又有几个人能够压制得住他呀 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明白 有一个人 举手之劳便可助你脱困 只是我不懂 你为何不肯求助于他 我不愿再欠他的 如今即使同朝为官 他是王爷 你是陈属 总是有机会攻势的 这人情嘛 还是还得上的 可他心思很绝 雅子必报 我怕欠他多了 得拿命来还哪 陛下借主子之手 杀了长海 真正是高女 父皇不会轻易动长海 那长远是封疆大吏 手握兵权 凡是跟长家有关 父皇都会再三争重 主子 未知未学时来访 未知 拜见楚王 你往常避我如避虎 今天什么风 把您给吹来了 未知有事 相求殿下 以您的性格 就算死到临头 你也不会求本王的 你说说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会让你放下身段 来求本王啊 我救父邱尚齐 欲开祠堂将我娘 及奉号赶出邱府 我娘是断然受不了 这等屈辱的 那本王 可以怎么帮你 那本王 对了 本王为什么要帮你啊 殿下可还记得 当初吩咐未知的事情吗 今日本王来 是要你报恩的 本王要你再去一次东宫 换一个同牧人 本王派你去清明书院 是好好看看那儿发生了什么 你去也得去 你不去也得去 知恩图报 是你教我的 本王说过这些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好 要本王帮你不难 我还可以祝你 获得此身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呢 我不要荣华富贵 我只要我娘跟凤浩平安无事 本王有个好法子 为我所用 算我看错人了 告辞 就这么打把他走了 去 把本王所掌握的 废太子那些党羽的把柄 一一翻出来 本王要一一拱我 我就知道 主子又要安装帮奉之位了 可属下就不明白了 主子为什么非要帮他呀 谁告诉你我要帮他了 是 您没帮 您才坑他 不是 老板 有 人上奏本谈何废太子 称废太子 以大成余孽 血腹涂救部之罪名 构陷忠臣 抄家敛财 城内几十处房产 都被废太子中卯私囊 长海处 就超出三座宅子 每一座宅子 都是长海岭俸禄七十年 八十年也买不起的 这叫什么 这叫贪得王法 如今非太子已毙 一挡又存 朕不想在朝堂上大开杀戒 朕只是想给你们提个弦 不管你们用何种手段 人不知鬼不觉 只要你们将中宝私囊的房产地契 送往楼殿屋 朕便不予追究 还有一事 长海中都都一直空缺 不知你们有何人选 父皇 儿臣举荐一人 说 亲君都督 副将 左良缘 陛下 举贤不必亲 左良缘乃微臣的爱将 曾于微臣出生入死 时余在 忠心卫国 文武双全 臣也举荐 左良缘 吴声山 臣在 你认为左良缘如何 左良缘虽武艺高强 骁勇善战 但此人却是出了名的好景之徒 饮酒勿事已不是一次两次 微臣以为 此人难当重任 你可有人举荐 而是 臣举荐 开国将军 淳于红之子淳于猛 虎腹无犬子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父皇 淳于猛寸功未立 官场兴兵 何堪大任 还请父皇三思 免疫 怎在今日 莫不关心的样子 父皇 若儿臣也来推荐 二王兄又有话说 岂不扰了父皇的清景 我看 父皇不如直接问 魏学士就好 朕为何问他 二王兄刚才说 官场兴丁 魏学士就是官场兴丁 相信他的举荐 一定不偏不倚 起不少了真挚 也罢 未知 你可有人举荐 未知 回禀陛下 微臣举荐七皇子 您齐 废太子才死 这帮大臣 就让朕马上立处 你如实为咎 可朕相信你的眼力 且说说你的看法 微臣惶恐 微臣不敢置会 诸位皇子 这又不是承明殿 只是你我君臣二人闲谈 朕设计不罪 谢陛下 燕王殿下 楚氏玲珑 十皇子殿下年轻 不曾涉足国事 这楚王殿下 行事果断 胆识过人 不过 魏雪事 陛下招你进宫 是为了让你出谋划策 不是为了让你平叛 几位皇子殿下 陛下 臣仿佛也曾听人提起 束手边关的七皇子殿下 七皇子宁齐 可巧 前几日还给朕上过奏章 既如此 陛下为何不招七皇子殿下回京呢 当今这朝局 如果朕亲自开口 让宁齐回京 那些大臣们会无以为 朕要扶持宁齐 便会拍马刘絮 岂不是 害了他 臣愿为陛下分勇 宁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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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幼离开京城 前往边关 对朝廷大事不是了解 能否担此重任 朕要想想 父皇顾及的急事 七弟离开京城数年 诸事不熟 他是耽误了军务 楚王觉得呢 父皇 儿臣觉得极好 向那七弟守江有功 当得起这一方兵权 再说 父王也应该让七弟回来 静静笑了 楚王倒是提醒了朕 七皇子宁齐 苦守至边疆实在有余 是时候回京城 承欢西夏了 宣 七皇子宁齐 速速回京 恭送陛下 殿下适才之举所为何故啊 您也说了 臣乃朝堂兴丁 殿下若有指教 何不明眼 卫学士 你聪明如丝 何须本王指教 你我 不过是顺应父王的心意罢了 身为陛下的臣子 顺应陛下的心意 原本也是分内之事 但若无殿下点拨 陛下也不会想到微臣 微臣 也不必坐这出头之鸟 其实本王 本王是一片好心 想念你出人头地 没想到 却落下了埋怨 本王 好委屈 殿下这般戏虐威慈 不过是于将微臣 推于这威强之下 不得不投靠强权罢了 不得不投靠强权 如此可教 这匹马真美啊 王妹 这匹白马 就送给你了 送给我 他是宁川 托人从大悦送来的 本打算在你深沉的时候 送给你 可惜了 无是人非 现在就由我 来完成他的遗愿 收下吧 留个念想 是 关了好几天了 该溜溜了 释放一下 来 你 七皇子眼看着回京了 天王 怎有闲心郊外溜马呀 急什么 事 要一件件做 人 也要一个个办 给凤之威送去 给凤之威送去 给你给 我给你 给你 我是替主子心疼 搜罗扳倒废太子的罪证 几次私里逃生的 我不容易 主子更不容易啊 就这么给了凤之威 许不是便宜了他 林诚 我怎么觉得你更像竹子 手下哪儿赶呀我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还不快去 你找我啊 你找我啊 我家主子给你家主子的 你家主子给我家主子的 能吃什么好东西 就你家主子的命的东西 就你家主子命的东西 别说是我家主子给的啊 让我主子想起来 就觉得丢成了 你要是敢说出去 怎么样 弄死 看法你能耐着 真是跟了什么样的主子 就学 你家主子的命的东西 优胜棋 这 就你识字 就你家主子命的东西 说好吧 这顿酒啊 你家主子请 你代父 我一代父亲 咱们都在那儿 你拿退 个人家主 我你童子 妈你是 你吗 我叫你 你尽快 不是 你不咱们 我叫你 它是 咱们 咱们 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你教过两周呗 我也好在陛下面前 领功请赏了 你别问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说嘛 别问了 说嘛 真的别问了 不说是吧 最后一次机会 说不说 不说 南依 顾南依 我说 说 我还不吃眼前亏 都想好了 何时此关啊 我好带你离开这里 到江南躲一阵子 舅父先不忙安排我 今日请你来府上 是另有要事 当初天圣初见 朝廷查封血浮图产业 废太子手中把持这一些 另外一些 在废太子的党女手中 舅父 你可否告诉我 这房契上 为何会有你的名字 只为 你敢坑害你舅父 舅父是怀疑 这房契有假吗 那咱们要不要 走一趟楼店屋确认 你 明人不说暗话 只为不想赶尽杀绝 若舅父肯打消开赐堂的念头 只为自会摆平此事 一定是楼店屋那些人 为了自保 坑害我 这帮鼠辈 好吧 你把这个房契给我 我暂且可以收留 你娘和凤昊 这点小事 就不劳烦舅父了 只为自会好好保管的 只为啊 都是一家人 你我谁保管 都是为了保秋家 舅父心里明白 舅父一向都是明白人 门下 朕邵英俊密 致令楚王宁毅 担平乱大任 空白密有书 卓派遣昭华殿学士未知 奉旨监军 活捉叛贼宁川受审为上策 不得滥杀无辜 你认为我会在于他的死皇吗 好 这房契一事 微臣还未谢过殿下 本王还以为你忘了 你在人前可一点谢意都没有 看来 又从你嘴里得到感谢二字 真是比登天还难 殿下误会了 殿下的大恩大德 微沉默 痴难忘 怎会不幸存感恩 只不过碍于人前 不便道谢 还望殿下见谅 虽然对于本王来讲 这是举手之劳 但是务必请魏卿放在心上 不要每时每刻 都与本王作对才好 滚 少宁 微臣见过公主 身宫境地 千金之体 以罪态识人不好 回宫休息吧 微臣 本公今天只问你一句话 你故意躲着本公 究竟是为了何事 亲人给本公讲清楚 也好让我断了念想 微臣怎敢躲避公主 只不过这内庭万朝 不得善通 再加之男女避嫌 微臣不得不疏远公主 那好 既然今日巧遇 我就问个清楚 那日 在承明殿外 他为何要射你一箭 你又为何要阻拦我 离开承明殿 少宁 魏学士怎敢打你 本王来打你 宁川 犯下大逆之罪 本王与他不死不休 那世界 谁敢阻拦本王 都与宁川同罪 现在宁川一死 人死实情 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是 本宫的人 本宫的太子哥哥 永远也活不过来了 但只怕这公主 真心真意 能盼他活过来的人 也就只有本宫一人而已 你不要躲这本宫了 本宫心中的苦楚 快向谁倾诉啊 难道要说给那些 你这太子哥哥死的人 听吗 走 去本宫喝酒去 公主殿下 当朝公主 白日醉酒 纠缠朝廷民官 成何替同 你也应该知道廉恥儿子了 廉恥 这神功中 最罕有的便是廉恥儿子 没有廉恥的人活着 有廉恥的人 却丧了命 你罪了 来人 送公主回宫 是 本宫没罪 你与那费燕妃 都是同等伙子 当年她就曾通敌脉国 私放秦郎 否则你又怀揣郎子野心 报复太子哥哥 公主殿下 是 少年 本王最后一次警告你 如若你再敢谈本王底线 即便去了父皇的成名殿 本王也定会送你去与废太子作伴 好 本宫等着你 你若是没胆量来 本宫便自行找你去 公主 这郎中风凉 莫要伤了凤帝 看着干什么 还不快扶公主回宫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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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